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开场走在前头 来自台湾中南部各县市 自发而来的约1400位法轮功学员 在高雄市古山区特专舞场地集会后 展开约三公里游行 为的是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425和平上访24周年 就连来参加记者会的跨党派政要 都加入游行行列 以行动支持善良 我在高雄看过很多很多的游行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这样法轮功的游行 是这样的井然有序 我有点震撼 法轮功学员嘛 今天他们的声音嘛 也传播到世界各国 让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就加油 民主自由人权 这是普世价值 这是大家都应该有 中国人也应该是要有这种 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 今天游行这个活动呢 是要告诉中国海外的华人 能了解法轮大法并不是像中共所宣传的谎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排传四大方阵 425和平上访要从1999年4月25日这一天说起 当时有穿过万名的法轮功学员 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 争取维护信仰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 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却在三个月后 对法轮功群体构陷污蔑 发起灭绝性镇压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数据 目前双民退出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的人数 已超过4亿1000万中国人 退党中心表示 由于疫情加上白纸运动等事件 加速中国人觉醒 打电话的过程中有很多众生 有的是以前没有退出来 但是在这次疫情 还有这个白纸运动以后 他们都敢站出来 都在等我们跟他讲真相 让他退出了这个邪恶的共产体制 24年来全球的法轮功学员 始终站在反迫害的第一线 只为唤醒世人良知 呼吁人们站出来 一同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 新唐亚太电视李金菊 简称如许美会 台湾高雄报道